台湿新闻看世界来关心一艘探访铁达尼号沉船的观光潜艇 18号侵船在大西洋深海失联 而船上载有英国亿万富翁哈定等五位探险家 美国跟加拿大海岸防卫队正展开救援 潜艇内的氧气量预计只能够撑70到96个小时 而且很有可能卡在铁达尼号残骸之中 救援难度相当高 专门探访铁达尼号沉船的观光潜艇泰坦号 原定18号展开水下行程 参观位在加拿大东岸 盛约和引南约700公里 3800公尺深的铁达尼号沉船 但在下检一小时45分钟后失联 美国跟加拿大展开海空极客救援 出动C13栋运输机 P8反潜巡逻机 同时运送泰坦号的加拿大破冰船 几地王子号也投入了搜救行动 不过目前还找不到潜水艇的缺切位置 而且氧气所剩不多 根据BBC报道 泰坦号上面总共有5个人 经营泰坦号的探险公司执行长拉许也在船上 另外4名成员包括巴基斯坦的富商达伍德父子 法国海军前指挥官纳杰雷特 58岁的英国亿万富翁探险家哈定 上周末还在脸书PO文 自豪宣布将登上铁达尼号沉船探索任务 但潜艇可能卡在铁达尼号的残骸之中 铁达尼号1912年沉默 1985年发现残骸 海洋之门探险公司 前两年开办的沉船之旅 每人收取25万美元 约台币770万元 如今救难单位还在跟时间赛跑 不希望沉船的魔咒发威 陈玉里边也